你 站住 又来两个腰啊 烧了他们 你 别罢了 怎么回事 展哥你走啊 快走 走 走啊 春心莫共 花蒸发 一寸相思 一寸灰 高金 驾 你怎么会跟他们两个打在一起 他们是妖啊 我的铃铛一直在警示着呢 你们永安镇的人 便是这样冤枉好人的吗 两位姑娘 真的不好意思 请见谅 我们又见面了 抱歉啊 公子 我们二人是来本地寻亲戏的 先走了 走了 走了 别看了 走吧 有你这样的吗 一上来 双眼就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 哪有这么直接的 你看见没 她的第三世 一点都记不起你了 你胡说 你胡说 她一定会爱上我的 最近那些狐妖的法术 大大增强 只怕我们永安镇 长大哥 你就不用担心了 等你我 等你我 请出了天云山的妖刀 这些事儿它都不是事儿 清儿 我 咱们俩可是有勤进之约的 这天云山的妖刀 可是只有女婿 才能请出来的 不过你放心 咱们祖师爷 可是最新受承诺的 到时候 一定会帮你除妖的 玉板 打开盛典的方法 一定在她身上 你可得帮我 嗯 好 我帮你 但你可得答应我 万不能再这么网撞了 听到没 好 那是自然 你又去哪儿啊 等等我 你又去哪儿啊 怎么是你啊 我来许你啊 寻我 不不不 我 我是来府中找亲戚的 也不是 我 我把自己卖入族长府了 因为我没有盘缠了嘛 不是不是 反正我已经是你的贴神丫鬟了 打坐 你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吧 没有啊 没有呀 请你出去 出去 现在就出去 承伯 承伯 邵组长 你告诉承伯 让他去别的地方干活 我不需要压怀 是 姑娘请吧 不就是个玉佩吗 有什么可看的 此去永安镇如何呀 永安镇最近狐妖肆虐 镇中的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既如此 你不在永安镇帮忙处妖 回来做什么 师父您是不知道啊 这最近狐妖的功力大增 我都险些不敌呢 不过 这要是师父 能帮我把妖刀给请出来的话 荒唐 妖刀是说请就请的 师父 想请我妖刀是万万不可能的 要想请我妖刀出山 别让永安镇及早履行于我天云山的婚约 不过 好了 你去吧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在花季都没干过这么多活儿 天天披柴 有意思吗 你到底还想在这儿待多久啊 你说 你说 我这都是送上门的丫鬟 她怎么就不要呢 难道 难道 是因为我长得不够美吗 怎么会 你可是花界之王啊 不过我觉得 太过主动 会适得其反 你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魅力 嗯 你应该帮我